一直坚持自己对音乐的见解 不惧言论 敢于为自己发声 那她就是余文文 哈喽 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余文文 哈喽文文 那今天呢 我们在直播间 刚才有说 我们直播间的主题叫做 专业玩家天生感玩 我们说这个主题跟你真的很切合 但我们之前也听说 我们品牌方说 你非常喜欢我们的产品 你早就是我们科研式的粉丝了 对对对 因为最近皮肤真的是需要保养 每天录节目 录完节目还要去参加别的通告 所以又困又累 然后一天带妆超过十几个小时 晚上卸完妆之后 就想赶紧用护肤品保养一下皮肤 那一会儿我们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 到底喜欢我们科研室的哪些产品 跟大家一一来分享 那同样的 今天我们再说到主题 我们这个主题叫做专业玩家 但其实两个词单独分别来打开的话 专业跟玩家 其实感觉他们两个不是同一个赛道的 那从字面意义上来了解的话 你觉得我们专业玩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呢 我首先觉得这两个词不冲突了 专业和玩家 可能字上一个专业一个玩 好像感觉一个是很专业的在做 一个是玩 其实不冲突 因为主要是还是要去突破自己吧 就像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风格 去不停地走出舒适圈去突破自己一样 突破自己 那如果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 那作为你在演艺道路上呀 在我们音乐道路上 你觉得专业玩家如果套用在余文文的身上 你觉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道路 我觉得是坚持两个字 就是要坚持自己所热爱的 挚爱的东西 不盲目地去跟风 做自己真正想做喜欢做的事情 不管是从拍戏的角度上还是去从音乐制作 创作这样的角度上去说 那说到创作了我们来聊一聊音乐 因为之前你在节目当中有说过 其实每个人对音乐他是有自己不一样的理解的 那你其实在我们音乐这条道路上 在往前进的时候 你会怕自己的音乐不被大众喜欢吗 如果我说完全不怕 其实是在说谎 因为我们做音乐是给大家听的 我们确实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是做音乐是希望被更多人听到 就像我们去乘风破浪这样的舞台 也是想被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努力 和我们去做的每一个 认真去完成的每一个舞台 也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认可我 虽然我一直在输 虽然我的舞台一开始都在输 但是我是很喜欢我所有的队友和我的那一种 就是没有关系 虽然我们比如说叶强薇输了 家人输了 但是我们自己非常的认可我们自己 我们认可我们所有的努力 我希望大家也是能够尊重这样专业玩家的精神 刚才有说到我们几个舞台 但其实在网络上大家对这几个舞台的评价真的非常非常好 他们特别喜欢 而且在最后成团业的时候你还跟大家来分享了 对现在的自己为什么会框在现在的自己这个范围内呢 我每一次写歌包括我每段时间发的一张专辑都是在我都常常跟大家说是在表达我现在的一个状态 因为女生嘛 她就是每一个年纪都是一个状态 跟我们的保养品也有关系 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纪 你就会有自己对这段时间的或者说对这个年纪的一个感悟 就好像我们18岁的女生跟20岁跟25岁28岁30岁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有一个新的感悟 那刺猬这首歌可能就是我在参与完成风破浪之后一个全新的感悟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就想把它给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一直优雅的刺猬今天就在我们的直播间那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听哦 好的那我们说到专业玩家的精神其实我们不仅仅拥有的是专业的实力 那同样的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拥有感玩的精神 专业玩家的精神不单单是它的一个包装一个外壳 我们希望内心是有一颗勇敢爱玩爱突破感突破的内心和实力 因为专业还有我们的玩家这两个字 其实他们两个并不冲突 只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你就可以追求自己的热爱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推荐第一款产品 其实在我们的科研市呢 具有一个在我们亮白肤色的这条道路上非常专业的产品 登登登登就是我们前边 今天你一来的时候你就拿起了一瓶对吧 你跟我说哎呀这个我一直在用 对这个我是每天早上有在用的 然后这款是我晚上在用的 基本上是两个搭配 那我们这个早C版A 你这个搭配都跟我们来分享了 我们来分别来说一下 那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科研市的淡斑精华 据说文文已经空了好多瓶了 那我们这个淡斑精华的话 它其实有非常好的成分在里面 跟大家来稍微说一下 那首先先问问我们一下文文 你觉得之前你用过其他的维C类的产品 你有看到过透明包装的吗 不太可能因为它会怕阳光的照射 怕光能够散发 就是它会不稳定 对 但是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安排瓶 从包装上就可以看到 我们做到全透明 那全透明的同质是因为 我们把其中的一些成分 把它调配成了更加的专业 并且呢它内在它会更加的有效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要跟大家来 共同来分享一下 那它可以做到不感光不聚光 那是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叫做透明维C 透明维C 透明维C的话 它是维C的一种衍生物 叫做维C以基迷 它比其他的维C衍生物 它具有更多 它遇到光它不会分解 它更加的稳定 那有的维C可能遇到高温啊 遇到光它就会分解 可能在抗氧化的这条路上 就会显得脸黄黄的 但是我们的安排瓶却完全不会 而且除了我们的透明维C之外 它里边还包含了其他两款非常主要的成分 玻色阴跟水阳酸 它们三个协和协作的话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三角形的作用 那在这里呢我也想问问问问 你知不知道玻色阴跟水阳酸 在我们这一瓶里面 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是不怕阳光照射吗 还是 你告诉我 那我就当小老师了 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因为玻色阴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某一些年轻化产品的 我们的面霜呀 还有一些精华里面都含有大量的玻色阴 那玻色阴最主要的成分 它的作用是让你的面部更加的烹弹 更加的年轻化 就是QQ弹弹的 对 QQ弹弹的 那水阳酸的话 它其实是帮助我们肌肤 能够代谢掉肺臼角质 能够换新我们的肌肤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在一个时间的周期里面 我们就会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你的肌肤是透亮的 你的肌肤是均匀的 体量肤色 然后又是QQ弹弹的 因为像有的时候在外面 如果经过了阳光的照射 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功效 就是迅速反白 就是在你晒黑了之后 用了我们的暗白瓶之后 可以将你迅速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可能比原来的状态会更加的亮白 所以这也是推荐给大家的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 因为是我们的专业玩家厂 所以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福利 那我们的福利的话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购买 买30毫升 我们就送30毫升 如果你买我们大包装的 买50毫升 我们送49毫升 同样的再送一个单独的京东发光镜 它就可以在暗处 比如说我们在舞台后面 准备要表演的时候 在暗处也可以非常清晰地 看到我们的面庞随时来补妆 非常的方便 好 那一说到我们的暗白瓶 刚才文文有跟大家提到过 早C晚A 早上用我们的暗白瓶 晚上呢 用我们的A纯精华 其实我们这一个A纯精华 它今天呢 在我们直播间 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福利 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的购物车来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买一套 再得到一套的正装量 而且外出参加活动和旅游 它完全是OK的 那今天我们在这边 也特别准备了一个 全新的京东的特有的礼盒 自在发光 自在发光 我们其实也觉得非常符合文文 在舞台上的感觉 就是闪闪发亮的 所以呢 这些也希望大家赶紧 加入我们的购物车 赶紧购买起来 那同时大家点开我们的购物车的话 会出现一个上方的广告位 如果完善信息 立即入会的话 还会有更多的积分换礼品 以及你的生日礼购等等 也希望大家赶紧加入 我们的京东官方 我们旗舰店的会员 获得更多的福利 好的那同样的 我们京东的宝宝抽中的话 可以点击一下 我们直播间来抽取 大额的我们的京豆 我们可能会获得500颗京豆 所以大家可以来点击一下 互动抽奖 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好了那说完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也是想要让我们的文文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你用了我们的安排瓶 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你觉得它的质力 浮感 我其实最喜欢用安排瓶的原因 我跟你说一下 其实我早上用的东西一定不能过油 因为我每一天都要带妆 就像每一天要参加活动 化妆师会不建议我用太过油腻 或者说搓泥啊 或者打底的护肤品 一定不能是粘腻的 所以我们的这款 对就是就像水状的 非常的清爽 就是非常的清爽 涂完之后 像比如说我们可以先涂一个水 也可以不用涂水 直接就用它 又可以当水 又可以当精华 一举两得 然后上面你还可以 还可以继续用面霜 然后再去涂你的 再去上妆 就不会有任何油腻 或者搓泥的现象 而且我们这边之前有一个 很知名的化妆师 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小tips 就是在粉底液里面 加上一滴我们的安排瓶的话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粉底液 持妆更持久 不会变黄 能够让它的色号保持一定的 我们这样一个稳定性 一天都是白白净净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以后 文文可以在你的舞log里面 可以尝试试用一下 给大家来测试测试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妆面要干净跟水润 因为时间久了 我们戴十几个小时 甚至二十个小时的妆 最有可能的就是 没过几个小时就开始卡粉 然后你就要不停地补 不停地补 但其实像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 是没有时间补妆的 我们中间大家根本就累的都不行了 练舞的时候 根本不会进化妆间去补妆 这个时候就在拼 就在拼大家 谁的妆面持久 谁的妆面拉斯的时间长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看 谁的妆够水润 够润 因为你只要 如果粉底太厚的话 很容易就卡 就卡 所以妆底一定要干净要润 这样就不容易晕 不容易 就持久性会更久一些 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 我们安排瓶这一个小妙招 大家可以一起用起来 那同样的今天你说 你之前好几个月一直在熬夜 但是今天我们这么近距离看下来 皮肤状态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你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急救小tips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急救吗 我觉得 急救来讲的话 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把底 就是底打好 不要总是靠急救这种事情 因为急救的事情 你不可能天天急救 但是我们是天天都要化妆 天天都要这种状态 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 你用的东西适合自己最重要 适合自己最重要 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想要分享一下大家 就是因为熬夜 如果前一天护肤不好护肤的话 第二天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说肤色蜡黄 其实我最怕的是长痘 怕长痘 对 因为像我的肤质 就是压力大 然后我熬夜 最容易的是长痘 因为你肤色暗黄 你还可以用妆去补 但是你长痘就真的很难补 像我们总决赛的时候 我跟Jessica一人脸上 起了一个大痘 然后就上去 就上舞台了 那个后期 它不像你自己拍MV 或者拍照片 你可以修 有的时候痘痘是真的是 最要命的事情 而且关于我们这样一个痘印的话 其实用我们的MV 也是可以起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改善肤色 能够改善减少我们肤色暗沉呀 色素沉淀呀 一些状况出现 所以如果要是痘痘下去了 它还在一个偏红色 还没有变紫红色 深色的时候 这个时候每天加重点图 到我们这个痘印的位置 那我们在一周 也可以达到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那MV下一回 也可以着重的 有痘印的地方 我们着重点图一下 就是这个吗 嗯 那刚才有说到 我们这个痘痘 那平时的话 对于我们一些女孩 因为大家会在网上 有一些话题 就是对于瑕疵 大家是怎么看待的 那MV有什么想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你说的是脸上的瑕疵呢 还是人的瑕疵呢 还是我们作品舞台上的瑕疵 那我们先说脸的瑕疵吧 嗯 好的 比如说斑点呀 斗印呀 暗长呀等等 就大家会有一种 容貌不自信 嗯 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世人 它就一定会有 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不能要求 我们整张脸 就是一点小瑕疵都没有 这是不可能的 就像我们 力求完美的舞台 也会有一些 错误啊 事物啊 瑕疵一样 那人也是一样的 所以首先心态要平和 不能 心态平和 对 虽然力求完美 那我们所用的 所有的化妆品啊 护肤品也好 它都是在帮助我们 去力求完美的 但是真的遇到 那一些小小的瑕疵 比如说突然间 脸上爆磕痘 不要过分的焦虑 只要坚持 用我们的蛋白精华 去持久的 这样的一个养护 它还是能起到 很大很棒的作用的 首先 心态要反正 如果你心里面 觉得自己面部 就算完美 你也会觉得 有一些 不好的地方 心态不好 只会去增加 更多的负担 让我们的豆抱得 更厉害 它绝对不会有帮助的 只会起到负作用 所以心态 保持好的心态 这个之上 再去用 合适自己的护肤品 这个就能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好的 非常感谢文文的分享 那平时的话 我们也会看到 你在社交平台上 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护肤小tips 那最近的话 有没有一些 什么不一样的种类 在跟大家持续分享 看到多元化的你 不一样的种类吗 其实就是建议大家 少吃油腻的食物 只要就是因为 我最近了解到 一个小tips 就是为什么 艺人会容易脱妆 化妆 不是因为你 你时间待得太久 或者说你化妆品 用得太差 但这也有一些关系 最大的关系 是跟你的饮食有关 所以我也会 在社交平台上 除了分享这些 护肤品类的东西之外 我还会分享一些 饮食上的一些 一些小tips 或者说带大家 去吃一些美食的打卡 去一些餐厅去吃 因为我发现 你吃的东西越油 它其实是顺着 你的汗线和你的 这个肋线 它就出来了 然后就会导致 你脱妆脱得很快 因为我们画的眼线 睫毛这些 就很容易脱 但如果你今天 吃的很清淡 它当水水的 然后也没有 很油腻的东西 你其实身上 体内没有什么油 它就不太会 分泌这个油脂脱妆 的这个状况 所以之前在 我们社交平台上 你分享你在长沙 吃路边摊 就感觉你第二天 真的脱妆会快一点吗 是这样的 我在拍摄的期间呢 我就尽量控制 自己不去吃一些 垃圾食品油腻食品 我拍完了之后 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我可能宵夜的部分 我就会去吃一些 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因为我也属于 超级爱吃的 你像我们姐姐 姐姐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 大家也是控制不住自己 很少有人像阿娇那么厉害 能管住自己的嘴 然后一下子收二十斤的 那所以你瘦了吗 这几个月 我是瘦了 因为平时拍摄没有那么多 但是在录制综艺的时候 是集中拍摄 所以每天都不能吃好吃的 所以呢我们就是 其实美食也是 一个心情的变化 其实你开心了 自己第二天的面色 的时候也会好 但油腻还是少吃啊 因为文文每天运动量 真的很大 那像我们普通人的话 可能真的吃完了之后 第二天就是胖了两斤 脸又油腻 好的那说完美食分享 我们也希望后面 跟大家来分享更多 那小滩分享完了 后面跟大家分享一些 健康的 所以大家要持续关注哦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不工作的话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喜欢到处吃吃喝喝去旅游吗 我喜欢旅游 不一定非得是吃吃喝喝旅游 就是只要是旅游 我都喜欢 我喜欢去美丽的地方 然后和自己喜欢的人 看美好的事物 那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国内你很喜欢的一些景点吗 大家去打开 最近吗 真的是 真的是累死 就是真的是一天空闲的时间都没有 你这样一说 我都觉得好想去旅游 真的好想去旅游 后面可能会要去海边 有可能会要去海边工作 但是工作之余 能在海边工作已经非常的幸福了 我们知道文文是出生在大海边嘛 是 所以呢 大家也是可以去一下文文的家乡大连 去吃点好吃的 那边的海鲜也是很好吃的 现在夏天那边真的非常的凉快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看一看 好的 那我们说完了关于生活当中 那今天呢 我们也还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其实说到游戏嘛 我觉得不一定是游戏 就是唤醒一下大家最近想要问你的一些问题呀 还有你关于舞台上的一些记忆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问几个快问快答吧 好 好来 首先第一个问题 喜欢粉丝怎么称呼你 最近喜欢他们叫我玩玩 对 他们都叫你鱼玩玩 所以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外号或者说艺名 可以说是艺名吗 这个不是艺名 为什么衍生出来的 这就是就有一次阿娇叫我吃饭 但我在上面做音乐我没听见 然后他就大声地在楼下喊 鱼玩玩 鱼玩玩 然后他们那个那个港式港谱的那个 这个鱼玩玩就满屏幕全都是鱼玩玩 自从那个以后就所有全网都在叫鱼玩玩 全网都在叫鱼玩玩 那这个时候如果正在看直播的各位 你也可以赶紧煮个鱼玩 一起来看我们鱼玩玩来直播 主要是后面我的舞台上都是 舞台上都是着火的 要么就是钢琴着火了 要么就是勾火堆 要么就是后面着火了 然后大家都在说什么烧烤鱼丸 照烧鱼丸 就像这种烤鱼丸 我们是现场报菜名 就是一个材料 我们不同种千百种做法 好来那下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成团了之后 接下来还有其他舞台会带给大家吗 你是说什么样的 唱跳 唱跳吗 唱跳我自己有 我刚发了一个唱跳MV 对 那就是最近的话应该都是在宣传这首新歌 对如果后面去节目的话 有条件的话就会带着 dancer 老师们一起去完成这个唱跳 好那家里面和出门必备的护肤品是哪个 就是这三个 基本上这个淡斑精华 这个精华 还有这个霜 三个一个早上用一个晚上用 然后这个霜是早晚其实都可以用 对 那我们的安排瓶 还有我们的A纯精华 这是一组早C满A的小套装 那同样的 大家如果想要锁水的话 可以用一下我们科研师的高保湿面霜 可以帮助你全天后的补水保湿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 还想学什么乐器 因为大家看到钢琴吉他 还有想学的乐器吗 学点吹的乐器吧 因为基本上都是手上弹的 我就能弦的就是嘴巴了 可以再吹一个什么口琴之类的 那难道以后还要挑战一下 手在弹钢琴 然后嘴上再吹这一个 因为这次总决赛就是边弹钢琴边打鼓 打鼓机 然后鼓擦基本上都尝试过了 最后那总决赛应该叫于文文很忙 我就在那串来串去各种乐器 在我的音乐小领地里面在各种玩儿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的嘴巴一直闲着 可以再吹一个口琴什么的 那我们也是后面期待一下 看看他后面吹的乐器能学到什么 因为吹的乐器还挺多的 主要是我没手了 我在以后手 我就是牵手关音 手全都安排着 那这样以后 十个乐器放在前面 然后每个停留几秒钟 一口气从头到尾 这就是我那个最后舞台上就是这样 去看一下那总决赛舞台 我就是这样的 我就没停过 那说到舞台最后一个问题 气静为止 你觉得乘风碰浪里最喜欢的舞台是哪 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 不要问这种罪之类的问题 这个是 主要是这个问题太得罪人了 每个舞台都是 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清静了 都很喜欢 对 请入了太多的心血在里面了 有的是大家在一块练舞 有的是大家在一块练乐器 有的是大家在一块练唱 那个感情 就是每一次他们把这个舞台 打在这公屏上面的时候 我们看的心情 可能跟台下的观众看的心情 不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回忆 看到了姐姐们在一起排练 那个所有的付出的 台前幕后的那些 所有的回忆交织在一起 我们看到的是那些 所以家人啊 野强卫啊 还有Signor Alita啊 还有包括我们最后呈现的这个 如愿 Candelier 都好喜欢 每个都好喜欢 嗯 所以给大家带来了一波回忆沙 那当然说到回忆的时候怎么能 不带你再次走入回忆当中 就是吗 来我们这边准备了两个题板 你的样子 对 嗯 哎 我还没问他呢 他就已经把你的样子 这个 这还用问吗 这个都是 都是刻在骨子里的 那你还记得是第几次公演吗 这个是四公 四公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在弹吉他 这时候我在弹吉他 那在彩排这个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一些故事 就没有在镜头里跟大家分享过的 难忘的故事吗 就是 有一天 唐世纪跟我说我要打鼓 我说你要打什么 你打我吧 你别打鼓 然后他就说 哎呀我这个舞台 除了跳舞之外 我还是想有一些其他的 不一样的 其他的不一样的东西 有一些突破 然后后来我们就研究 可以打个什么 后来我们就 让他打了一个手叠 就是他最后在那个上面 边舞边打的一个手叠 然后他特别的急急 他就他就说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练啊 然后我们一直就拖拖拖 然后突然他突然说 哎那我拿到这个手叠了 咱们开始练吧 然后我说行你在哪 他就说我就在你门口 这个这个学生很积极啊 上课 他知道我们住一起嘛 然后我就说好 行那我开个门 然后他就打早上 早上九点还是怎么样 捧个那个大手叠就进来了 打开就 我说我没打过 我研究研究 我就献给他研究 哎这还挺简单的 我就教了他几个音 然后后来他学得很快 整首歌的整首歌 前面那个intro 大概一天 他就全部就学下来了 很聪明很聪明 哎一个好学生 要有一个好老师 那这个是你的样子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 那我看到好多弹幕上 就是余文问绝了 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 就是后面我们也可以带来 更多这样的合作 好那我们这边还准备了 第二块吧 第二块吧 其实刚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啊 Signalita 武功 对 武功的时候 那在分享这一个微博的时候 然后你还用了一串东北话说 我已经和我的胯骨肘子 跟胳膊肘子和解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舞蹈是很难跳的吗 这首歌确实是一个挑战 因为它是 它就是一个西方家人 嗯 西班牙的 嗯 它是 它不是西班牙 它其实是 这南美那边会这样说 它也不是纯正的英文 因为英文的话我们发音是 Signalita 对的 我们今天下午几个工作人员在一起研究这个词要怎么读 然后无数次的回放你们的歌 它们是怎么唱的 它们是怎么唱的 我们没有按英文唱 说实话 嗯 Jessica 其实她第一句是有按英文唱 是 Signalita 但是其实我们是想 呃 用 原版 嗯 原版 原本的发音去 去唱这个 所以我们有 有些人用的是 Signalita Signalita 反正我也 我也不是很标准 这也不是英文 但是我们跳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就尽力地把自己的女人味 全部都爆发出来了 那除了我们这两个版 我尽力了 对对对 虽然我也不是 那有没有老师叫你跳舞 有啊 有老师教我们跳舞啊 我们那个老师跳得比我们还妖娆 哈哈 男老师跳得比我们女人还美 那最后 最后效果呈现真的是非常好 大家说真的太美了 嗯 那其实刚才除了我们 为大家做了我们这个体版回忆杀之外 其实你在舞台上还有不一样的尝试 嗯 因为有看到说你在 永远都会在这个歌里面 还尝试了自己设计服装 对 对对对 永远都会在这首歌 我真的是请进了我所有 从舞台的从编曲 从一开始跟黄景老师去 去聊我的编曲想法 到像你刚刚讲衣服 到子玄和二姐的这个乐器 到整个舞台钢琴着火 每一个钢琴每一个乐器的位置 他们两个从天上掉下来 我怎么上去的所有的舞台设计天天都是在跟秀组和舞美组 音乐组去每一天去纠结这个每一个细节 真的是我我我尽力了我请进了我所有能力 其实好久都没有回到一个这样的大家庭大集体里面 去为了一个目标大家共同来完成 其实还是印象很深刻的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会选择参加吗 参加什么 就参加这个节目 你说乘风破浪吗 对的 那我肯定要参加 这个是我最不可能后悔的一个决定 当然我们也期待我们姐姐成团之后 后面更多的舞台 那新歌刺猬 MV大家一定要看起来 又唱又跳 那大家也可以一起学起来 那我们这个回忆也拉近了我们的阿比斯的距离 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在台前幕后的一些小故事 以及更加了解文文 其实了解之后发现 从刚开始我发现他坐我旁边的时候 会回他的时候稍微有点拘谨 但是后面一说到自己的舞台 说到音乐的时候 就一下子放松了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找到自己的热爱 不停地向前奔跑 一直努力着坚持自己的热爱 那我们镜头前面 其实有很多人 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热爱 不知道为什么去追求 那面对这些人的话 你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吗 还是要勇于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因为可能人很难 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就刚好找到自己又喜欢 然后又能够做得好的事情 这个百分比就像找对像结婚一样的难 所以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多去做不同的尝试 不同种类的尝试 找到最适合自己 就像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品一样 找到最适合自己 也又能够喜欢的事情 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和一些精力 但是不要放弃 你早晚都能够遇到那个对的事情 对的人 对的东西 对的护肤品 对的护肤品 那用安排品自在发光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运完完的鼓励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想问一下 就是最近除了我们的新歌刺猬 那后面还有一些什么 其他的工作安排吗 后面 我能说吗 就是感觉不能说 其实我的工作人员会杀了我 他这边提示你 对对对 太多事情了 就感觉马上都要上来了 要上来替我说了 最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 其实是要在芒果TV和芒果台 同步播出的 消失的孩子的一个电视剧 也是我尽力了 去演绎的一个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色 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角色 我自己还蛮期待的 因为它是一个属于悬疑题材的剧 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悬疑的题材 所以大家一定要守候 在我们的电视机旁边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 悬疑题材 那你演的这个 有一丢丢的恐怖 有一丢丢恐怖 但是 大家多叫上自己身边的朋友 一起看就不恐怖了 那演的过瘾吗 觉得这一次 演的超级过瘾的 因为我们 我跟佟大为老师 大为哥 还有魏辰兄 还有李斯 斯大 对李斯一起合作的 非常快乐 非常开心 好的 那我们在这里 非常感谢文文 因为我们的直播 就已经接见为生了 我们希望文文 后面有更多的作品 更好的音乐的 这一些我们的作品 也给大家一起呈现一下 那作为音乐专业玩家 在这条道路上 越敢玩 越敢突破 我们也可以走得越走越远 好的 谢谢 谢谢文文 那最后有什么 对大家说的吗 就是多来看我的剧 多听我的歌 多关注我的新综艺 然后呢 多用好的护肤品 适合自己的护肤品 让大家都能够美美的 好的 那我们在这边 就要跟大家say bye bye了 好呀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哈喽 各位客战